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劳魔周深各种舞台接踵而至 无缝衔接明天又有新的舞台来袭 2023大湾区电影音乐会于6月29号20点播出 具体播出频道CCTV6 电影频道凤凰卫视中文台 凤凰卫视香港台 香港TVB录播等平台同步播出 这一次周深又将带来什么样的精彩舞台呢 明日揭晓敬请期待 明日揭晓敬请期待 明日揭晓业性発明 明日揭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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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与您守抗颜 27号晚周深一身经典白西装 黑裤子亮相国家大剧院 身后70人全编制的交响乐团 瘦小的周深站在力麦前 唱响七一现党旋律 没有平时流行舞台的随性和活泼 全程庄严和国泰民安的稳重 周深完美的诠释了小小的人大大的能量 不同于春晚和其他晚会上的灯火里的中国 因为交响乐团和合唱团的加入 整个歌曲更加的厚重和宏大 最后有一种从国泰民安到安居乐业 和幸福祥和的感觉 周深的美声一度盖过了交响乐团 那种震撼是语言所无法描述的 更是不在现场所无法体会到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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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大剧院现场都是顶级的歌唱艺术家 周深又带着生命们见大世面了 优秀的神声太棒了 为神声骄傲 大家看完就难理解 当年周深的老师为什么不想让他唱流行 而是想让他站在艺术最高的殿堂唱歌剧了 最后的繁场有很多的路透 舒南老师拍着周深对观众说 小声像水晶一样对不对 而现场的奇声对有些掀开天花板的气势 因为结束了正式演出 繁场的周深终于放下了稳重活泼起来 疯狂挥手各个方向鞠躬 而台下的呼声也完全的释放了出来 不论是地点是国家大剧院 是主持人央视鼎配周涛任鲁玉 亦或是其意义七一现党演出 都说明了这是真正的殿堂级演出 也再次说明了周深是磅礴大气的时代之声 也正因为如此在七一正式播出之前 网上禁止传播正式片段 大家静候七一播出吧 乐团跟他合作而他很淡定 大家看到没有了不起 小周 声音像鼠筋一样对不对 周晓琳著名的歌唱家 歌唱家 歌唱我爱你 哥哥,哥哥,我愛你 哥哥,哥哥,我愛你 哥哥,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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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我愛你